梦了 醒了 忘了 悠了 美了 空了 天远地方 頤河阳 石上南鱼 宫柔港 花为叶儿梧 花也为花儿梦 人为爱人 人不苦 情报 忘情 欣良荡 来啦 去啦 花啦 你看那孤狂进来 你何悲欢 你看那天荒地老 永不希望 恨起 你熟起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怎么没提这件事了 回大人话 当时我也没联想起这件事 心里隐隐有怀疑 但觉得 玉亲王不会那么黑吗 又以为 花男人只要到了京城 就一定不会有事呢 可 可谁想到朝廷也那么黑 什么黑不黑白不白的 见了太后 不许乱说 小的知道 太后 小人以为 如果没有跟阿里达的沟通 没有玉亲王做强硬的后台 胡县令绝对不敢做出 十日内替光头的决定 太后 小的话说完了 小的恳请太后 胜断 太后 极有可能 这的确是玉亲王决定 借此机会陷害犯豪症 而让胡县令下令这么做的 真相到底如何 找到那个胡县令就清楚了 朱全 如果让你回到杭州 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这个胡县令吗 回太后话 小人的不仁能力极强 小人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胡县令 可 要把胡县令抓到京城来 小人就无那么力了 好 朱全 我的话问完了 你可以起来了 谢谢太后 和朱全 理想到小人 酒门提督熬拜 臣在 我令你立刻动身去江南 把陈县县令带回京城 臣领旨 臣速去速回 这是我给你的一道手艺 谁敢阻拦你带回人证 斩 去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这 太后 这敖大人一走 动静可就大了 只要能救回范昊正一条命 大就大吧 太后啊 后天御亲王就要到京城了 召开议政会的时候 不见敖大人 那 奴才担心摄政王会大发雷霆之怒的 在有一名议政大臣无故缺席的情况下 这议政会是不能召开的 要是摄政王硬要召开 并怕范大人死刑呢 如果他至朝纲而不顾 硬要召开这议政会 那么正亲王索妮可以拒绝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议案 我跟皇上 我跟皇上可以宣布他无效 姑姑 你这是要豁出去了吗 是要跟摄政王公开宣战吗 姑姑就是想看看 多尔滚到底能走多远 如果他一定要杀范豪正 那就离他篡位登基的日子不远了 不过姑姑相信 多尔滚会保持理智的 他再愤怒 他也应该等到敖拜从江南回来 再召开这个议政会 到时候 姑姑可以向他解释 敖拜为什么去江南的原委 只要敖拜能顺利带回这个人证 在玉亲王蓄意陷害范豪正的事实面前 我想多尔滚会留下范豪正一条人命的 姑姑 如果摄政王是公正无私的 他不但该对范大人无罪开示 更应该治玉亲王的罪啊 丫头 这个就不能想了 不但不想 还要给玉亲王赏点什么 太后圣明 刘公公 咱们去看看范豪正 范豪正押回京城后 我还没看他呢 太后 天已经晚了 晚点好 避开耳目 越晚越好 太后来打牢的事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请公公放心 奴才知道其中的厉害 好 陈发豪正 叩见太后 太不像话了 刘公公 叫人把铁链下了 回太后 时不得 时不得 臣是获罪关到这牢房里的 这铁链是刑部 依照规矩给臣戴上的 太后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 坏了规矩 太后 范大人说得对 咱们是悄悄来的 卸了铁链 肯定会有人抱上去 没有必要 惊动摄政王 那就快起来吧 谢太后 他还以为这辈子 见不着太后了呢 范浩正 过几天 玉亲王就回来了 义政会 会根据三部会审的结果定你的罪 我今晚前来 就是想亲自听听你说整件事情 你要如实说来 不须有半句隐瞒 范浩正 如果一切属实 你知情不报 也是大罪 盟 Obviously 一切属成功ெ 神尽 那一切属成功ulu 습니다 意义 把你恨 跟摄政王要杀你的旅游之一 是说你的背上刻了一个名字 范大人 我要亲眼看一下 太后 把衣衫去掉吧 我一定要看 太后 属臣失礼了 你为什么要刻这个字 回太后 这个名字 当初刻在背上 是为了我大哥好名 不曾想 因此获罪 这一刀刀刻在肉上 该多疼啊 刘公公你看到了吧 他犯号证 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敢跟当今最高权威抗争 有太后这番话 臣死而无憾 不犯号证 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死去 我会尽力救你 为臣的事如此惊讶太后 臣 臣叩谢了 范好证你不用谢 如果像你这样的人 都不明不白地死去 我大清朝就完了 江南剃发 总共用了一个半月时间 如果没有犯号证的捣乱 我一个月就完成了 你没有过度用武吧 没有 我记得你的话呢 有少数反民坚决镇压 剩下的大部分 以说服教育为主 双管齐下 效果还可以 那就好 明天的医生会 讨论犯号证的死罪 他还没定罪呢 三部会审的结果 对范好证是否犯有死罪 残忽不清 所以 由义政会来议决 太后 没干预这事吧 她找过我 我们说好了 如果义政会 定范好证有死罪 她不再说话 这要是义政会议决了 那范好证还不死定了 是啊 义政会议决 范好证死定了 哥 我看你还有点犹豫 我在想 全国的剃发 现在基本快完成了 剃发引起的风波 也快过去了 所以我犹豫 范好证是不是 非几乎不可 哥 我就怕你心软 你想一想咱们在江南 我跟你说过的话 想一想咱们杀范好证的 重大意义 而且 现在满朝温 我都知道咱们要杀范好证 还有那么多充足理由 要是他万一死不了 我真担心 以后再也没人拿咱们当回事 德尔滚 十五弟说的对啊 这是一场重大的较量 绝不能输 一输则百输 哥 我知道你犹豫都是为了太后 你怕杀了范好证 太后会伤心 可是你别忘了 范好证他效忠的可不是你 是太后 哥 不杀他后患无穷啊 十五弟你放心 多尔滚是天下最智勇的人 绝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你们提醒了我 我绝不再优柔寡断 明天一争会一决 我就亲自宣布 处死繁华正 主子 主子 太后在外面要见主子 这么晚了 她来干什么 奴才哪敢问呢 不过奴才想 一定是为判好证的事 来向主子修情来了 喝了会 你出去告诉太后 就说我不舒服 已经睡了 让她先回吧 主子 您不见太后了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她来见我是为范好证求情的 可是本王已经决定杀范好证 不想再折腾了 这奴才 怎么向太后说呀 这可是您第一次 当太后的嫁呀 就说我已经睡了 你再告诉太后 等明天早上 前清宫议政会议完 我就到慈宁宫请安 去吧 这 太后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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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跪地欠庵 王爷 跪地欠庵 那何大人正好带路 带我们家娘娘去瞧瞧啊 王爷 王爷她已经睡下了 王爷 王爷她已经睡下了 王爷 让太后早点回去休息 明儿一早议政会后 王爷会立马赶到慈宁宫 给太后请安 何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莫不成要挡太后的家 奴才不敢 奴才 只是听王爷的吩咐 何罗慧 你再进去告诉摄政王 我来找他 有重要的事要通报 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太后 请您稍后 奴才马上去明报 姑姑 侍之王太过分了 速来 主子 太后走了 没呢 太后说 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主子通报 非要见主子一面不可 重要的事 现在朝理出了 番号证的事 没有其他大事 他就是不想看到 番号证人头落地 非要跟我纠缠 摄政王 还是不见太后 你去告诉他 就是他的本意 本王已经知道了 叫他先回吧 柱子英明 奴才就怕主子一时心软 有几波折 别啰嗦 快去吧 这儿 奴才挥禀太后 摄政王说 太后来的意思 他已经知道了 摄政王 请太后早点回去休息吧 姑姑 咱别理他 咱自个儿进去 Hank 只有你 就说 太后慢走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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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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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他 他竟然 你们记着 如果见我死了 都是被他气死的 太后啊 可别说这种话呀 你是何等样的贵题呀 怎么能计较这些嫌弃呢 来 奴太太给太后 吹吹腿吧 不用了 你说多尔滚怎么这么狠 这么绝呀 他哪里是要犯号证的命啊 他是要我的命啊 太后 太后 你 你怎么了 你可别吓唬奴才 苏兰你去拿金太医的药 是 fluores hairdo 你是岳 Quindi 你看 啥 以ali 啊 乩 了 我 你这不是要犯昊正的命 你是要大悦儿的命 悦儿 何鲁慧 何鲁慧 主子 怎么了 太后呢 回慈尼宫了 刚才我做梦 太后病了 主子 梦是反梦啊 混账 谁让你说话了 奴才盖子 跟我走 去哪儿啊 这么晚了 慈尼宫啊 这么晚了 去慈尼宫啊 好了 我没事了 太后 刚才可 真把奴才吓坏了 刘公公 你说我好不容易 把犯昊正带回家 回京城 可我愣是救不了 她的命 你说这不是多尔滚 曾经让我难堪吗 公公 你有话就说吧 太后 虽说锐王爷 让奴才监视太后跟皇上 可奴才觉得 锐王爷对太后 没有一点恶意 相反 相反可以说 她对太后的一片真情 还令人感动呢 这次不同了 她是铁了心了 刘公公 多尔滚给你的银子 到现在有多少了 连这次送的 一共三万六千两 太后 那它可一文梅花 你也不愿意收回去 刘公公 这些钱 就算我跟多尔滚 一起打赏你的吧 你不用交 留着花吧 要不然 放回老家 治田治地 你瞧 拿人家的嘴短 这不是在给多尔滚 说好话了吗 太后有心情说笑 奴才高兴啊 好了 刚说了个头 继续说下去吧 太后 摄政王 这次居然敢挡太后的家 奴才觉得 一定跟玉亲王有关系 奴才在江南的时候 就曾亲耳听过 玉亲王口出谋逆之言 今儿他一到北京 肯定在摄政王面前 说了什么 谋逆之心 玉亲王早有了 我能治他的罪吗 人家瓜嫂 也要多尔滚能听进去呀 我告诉你们 如果多尔滚 已经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我这真没意思 太后 太后 启禀太后 是正忙进来了 他到哪儿了 她现在可能刚进院子 奴婢看见摄政王进来 就赶紧进来禀报 苏兰 苏兰 你拦住他 别让他进来 姑姑您不见他吗 我不见他 太后 王爷这么一来 范大人的命 怕是救下来了 您 您真的不愿意见王爷 干吗见他 他欺负了我 我让他好受好受 乔太后和王爷啊 奴才该走了 最好别让王爷 看见奴才在这 那你走后门吧 对 伙父 这地图 苏兰给王爷请安 太后在哪 我要见她 太后不舒服 已经扶药睡下了 她真的病了 我进去看看她 王爷 太后真的不舒服 她不见人 不见人 我进去见见她 王爷 恕苏兰无礼 姑姑跟苏兰说过 请王爷回去 你别拦着我 她病得怎么样 我要知道 王爷现在还担心 姑姑的病啊 姑姑的病 不都是你气出来的吗 快闪开 要不然我大嘴巴删你 好大的脾气啊 跟我的丫头耍上威风了 玉儿 我梦见你症病了 把我着急坏了 你还知道急啊 死了你才省心呢 别说奇话了 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你梦见什么了 也没梦见什么 只是感觉你病了 你告诉我梦见什么了 我要知道 有什么梦能老你大驾 那么晚来看我 我梦见你站在我的床前 指着我说 你这是杀范范范症吗 你这是赛要我的命 我就吓醒了 就赶紧过来 你怎么样 不要紧吧 现在没什么 刚才我真的很难受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去看你大驾范范�葵 你怎么办 我最后就把忍愚给你了 这队就走了 我 mundo 你怎么办 我把忍愿 我都不知 那些人 这些人 一点都不起 有所思有所谋 你心里很清楚 杀范昊正意味着什么 多儿贯 你明知道杀范昊正是冲着我来的 你为什么非杀他不可呢 玉儿 我不杀他了 我杀不了他 范昊正有你这个太后罩着呢 你这样说没道理 不错 我是很赏识范昊正 可如果范昊正真是大清朝的敌人 真犯了死罪 我能饶过他吗 我能这么护着他吗 多儿贯 以你的聪明睿智 你真相信范昊正会反亲 那么你为什么非要杀一个大清朝的忠臣 为什么呀 好了玉儿 咱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咱们今天不谈杀不杀范昊正行吗 多儿贯 都到这节骨眼上了 我想把话说透了才好 这大清的江山是你一手打下来的 这扶林的皇位是你为了大清着想 也是看在我的份上拱手相送的 这些我心里都归明镜似的清楚 多儿贯 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 范昊正本来就不该杀 而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而饶过他 大清开国 需要气度 多儿贯 我为什么会如此爱你 是因为你是一个胸怀宽广 气度雄阔的男人 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可你现在变了 你不该拿范昊正背上那个字做文章 更不该拿他喝的茶来做文章 你不该 你不能搞莫须有 你要搞莫须有 我书房里还有一把明带的椅子 是不是我也想着反清复明啊 你都说些什么呀 多儿贯 我说过 你要想当皇帝 我只有以死来成全你 过去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你要杀了范昊正 就是你想称帝的第一信号 我仍然会以死来成全你 我不想做皇帝 也从来没想过要做皇帝 行 我这个摄政王 连一个罪臣也杀不了了 范昊正真幸运啊 他一个汉人 居然能得到你的垂青 多儿贯 难道这也是你要杀范昊正的动机之一吗 你真傻 有谁能跟你比 这天下有谁能像你一样占据我的心 多儿贯 你真傻 好 王爷 姑姑 你们别生气了 过来喝杯茶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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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帮我做什么 你还是帮我做的 我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这边 甚至我去做什么 你不問我 你的 caviti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杀人多多阿基哥等人已经要闹翻天了 多尔滚 如果我告诉你 陈县事件是玉亲王要陷害范昊正故意设下的一个局 你怎么想 你还认为范昊正是犯重罪吗 什么意思 太后 你这话分量太重 必须要有证据 陈县的县令 胡光没有死 这就是证据 过几天 敖拜就会把他从江南带回京城 敖拜去了江南 明天召开议政会 敖拜身为议政大臣无故缺席 该当何罪 你别生气啊 敖拜是我派他去江南的 胡县令 胡光这个人证很重要 其他人我不放心啊 玉儿 你这是招中有招啊 你明明知道 议政会如果有议政大臣无故缺席就不能召开 你把敖拜派走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给我通报一声 你为了救一个范昊正 居然动了这么大的心思 居然置咱们俩的情欲于不顾 你让我怎么想 你看你又来了 咱们是谁置咱们的情欲不顾啊 刚才我到乾清宫去找你 就是要通报这件事 你可是生生把我拦在了门外 多尔昆 我是被逼无奈 你是听了多多的话 只要杀范昊正 像范昊正这样的忠臣良臣 可以随意诛杀 那咱们大清朝可不就乱的章法了 这里打到回关的日子 可就不远了 事已至此 你说我能袖手旁观吗 作词 可就不远了 作词 可就不远了 作词 可就不远了 为离别 先有了千花 正牵八却一世 咫尺天涯 想说爱 却太苦沉了 真想嘛 却早已 云雪浓花 既看是霸 远看是花 种瓜的豆 种豆的瓜 是什么它 这爱你作洋茶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田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迷魂八卦 静看是霸 远看是花 种瓜 别豆 种豆的瓜 是什么它 这爱你作洋茶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田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迷魂八卦 这天下 真叫做江山流化 这人间 真叫人心烂如麻 作优秀 好 我肚子 在初恋